Hello! 早晨! 今天就拍這個護膚品斷捨離片 我知道之前我也有拍過一次 然後沒有貼文 因為我不太喜歡出來的影片的效果 那時候也是用另一個相機 然後經常有RFO 然後我又覺得自己好像說完的東西都幫助不到大家 但希望這次會好一點 其實我也挺需要斷捨離後面 這些就是我存起的護膚品 這些是未開的護膚品 開了的護膚品都有很多 也是一個原因為什麼我不是很想出 是因為看來真的好像很多 一個人是真的不可能用得完 很浪費 我也明白的 不過我都盡量用完一件產品才開新 但有時候可能會看皮膚狀況 或者是當時有些工作要做 就會開了幾種不同的護膚品 不過Anyway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我們今天都要斷捨離 我都不想保持太多護膚品 都怕它們會過期 我們事不宜遲就開始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就是我保持我的護膚品 其實這些是身體的產品 身體的護膚品 身體的護膚品 這裏都不特別說 這裡其實已經整理了 然後呢 這裡就是一些沒有地方放的護膚品 這裏都會有很多的護膚品 這裏是洗臉 潔面產品 這裏有眼部精華 眼部的霜霜 手霜 和潤唇膏 那我們現在再去另一個櫃 這裡就是面膜 面膜的櫃桶 上次已經轉寫來過一次 都還是很多 然後這裏有一堆眼膜 我的梳妝桌子今早亂了一點 我都沒有特別收拾好 不過這些就是開了的護膚品 這兩格 這裡也有一點開了的護膚品 和上面這些就是開了的面膜 所以其實都不可能一次過用得完 可能這些都要給我家人 開過來用的東西 我通常會給媽媽或者妹妹 他們就不太多介意我用我開過的東西 但最重要不是過期就可以了 我已經把所有東西拿出來了 其實真的比上次已經少了很多 那我就拿這個櫃桶出來 逐樣東西去選擇哪些保持 哪些保持 我們就在這個 Toner and Serum 全部拿出來 我都盡快說 不想太長氣 但是我又想幫到大家 希望跟大家說 為什麼我保持 為什麼不保持 所以我們廢話少說 首先就有這個Jerlique的濾濾濾 這個其實她發了兩支給我 我就保持了一支 老實說我又很少做這些噴霧 即是用這些噴霧的產品 所以這個我放在裡面 我還沒決定到 我覺得很多都會變成一個 可能的桶 Tacha Essence 這個我會保持 因為這個首先是它的王牌 而我還沒試過 好像是挺好的 挺保濕 這個保持 也有很多濾濾 然後就有Chanel 這個也是保濾的濾濾 這個我都會保持 有Amour Pacific 這個皮膚保持 這個我都會保持 因為其實我真的不算太多 在這裡 而且我之前已經用過一個 迷你版本 都覺得挺好用 挺保濾 挺適合冬天 然後Sum 37 這個Waterfull 皮膚保持 我都會保持 因為剛才這麼說 我真的不算太多濾濾 所以我會保持這個 我現在用完我的Cisley 應該下一個就會開這個 然後就好像沒什麼了 然後就有Tacha Satin Skin Mist 這個也是噴霧 又可能會少一點用 但這個我又很想試 我很喜歡Tacha的產品 它很有趣 它裡面是粉狀 很有趣 好 這個我想試 這個比較有趣的產品 接著就是La Prairie Skin Caviar Essence & Lotion 這支也是我的大愛 超喜歡 很潤 每次用完我的皮膚都會 很保濕 很飽滿 所以這個我會保持 Caudalie Beauty Elixir 其實這支我是大肚的時候收到 但因為大肚不用得 保持到現在都沒怎麼用 其實我覺得挺好用 挺喜歡的 不過純粹我是很難去噴 所以這個是一個maybe 暫時都未斷寫到任何東西 全部都是maybe 後的Self Generating Essence Bay Tip 這個也是超喜歡用 已經用了 這支會是第三支 會不會已經用了這麼多支 應該試試其他 但這支就很穩陣 冬天一定很適合用 ok maybe 先保持 接著就是Cisley Anti-aging Hydration Booster 這支我現在都有開來用的 都真的挺保濕的 但我覺得我已經有其他 即是 對 我覺得我有其他 我更加喜歡的產品 所以這支我 不保持了 終於有一支是不保持的了 我也想不到我可以跟這支斷捨離 因為我都挺喜歡 它真的很保濕 嗯 可能在最後我又會放回 ok anyway 接著就有Sophina IP Interlink Serum 這支我不保持了 而且我通常會寫下 我什麼時候收到 所以去確保它不會過期 而且開了之後 我都會寫下 即是要我哪天開的 嗯 這個我 不保持 不保持的 不保持 雪花秀的First Care Activating Serum 這個我想試 這個好像也有人說好用 所以這個我會保持 MTM Custom Blended Essential Defender 哦 這個是Toner來的 這個我都可以保持 哦 這支是Toner來的 小小支我覺得都可以保持 因為其實我真的收得比較少的是Toner 通常Toner我都自己出去買 Caudalie的SOS Serum 這支我都會保持 這支又是很穩陣 已經用過幾支了 都是用清光的產品來的 L'Occitane Oil & Serum 這支又是超好用 我又是超級喜歡的 但它跟猴這支都有點相似 所以我想這支 這支是Maybe 這支我都很喜歡 然後就有HR Power Cell Immunity 其實HR的產品都真的挺好用 Maybe 然後我有兩支Amour Pacific Ampoule 安平 是不是中文叫 這些是超好用 我現在也是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在前幾個Vlog 其實那條Vlog 很多人說 你皮膚好像好了很多 其實我這支相機是有少少尾肌的 我調到最低的尾肌程度 但其實我那段時間 皮膚真的好了很多 現在正在調整M 所以又差了一點 但這支是我覺得很大幫助 很保濕 令到皮膚的水有平衡做得很好 所以這支我一定會保持 而且我已經用了兩支 很快就用完了 接著就是Charlotte's Magic Serum 這支我又很想試 所以這支我也是會保持 保持很多 MTM Custom Blended Harmonious Essence 這支我應該就保持了 雖然它是organic 也好像挺不錯 我知道我可以給誰 我有一個大套的朋友 可以給它 接著就是Chantecaille的Pure Rose Water 這支我也是收了很久 沒有怎麼用 因為剛才也有說 我都不是很用這些噴噴的東西 那這支我想我還是不保持了 雖然我相信它也應該挺好用 而且我已經有Tatcha那支 而且我也有這支超級大支的Caudalie Great Water 這支我超級喜歡 所以這支我會保持 我覺得用完這支也很久 接著就是Clinique的Moisture Surge 這個保濕精華 它小小的我覺得都可以保持 而且我一直都很喜歡它 很穩陣 一個不錯的保濕精華 所以這個我也保持 Clarence的Double Serum 這支我也是一直想試 這支我先保持 我待會也會再評論 如果保持太多 應該也要細選一下 然後就有 Prairie的Liquid Lift 這支當然是保持 我經常都想保持 是給一些特別的日子才開 OK 接著就有Clarence的V Shaping Facial Lift 我覺得這支我可以不保持 都收了一段時間都沒有開 而且V面的話 我自己就真的比較喜歡 Felmont這支 Felmont這個V Line Concentrate 還有其他V Line Lifting的Line 都不錯的 如果你想要提升的效果 這個我就會保持 然後就有Drunk Elephant的Day Serum 這支我也不保持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它純粹不 比起其他就沒有那麼吸引到我 Lamere Regenerating Serum 這支也是很棒的 用完之後皮膚超級飽滿 很滋潤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 抗胸性的效果也不錯 接著就有Tatcha Brightening Serum 其實美白的精華我真的用得比較少 多數都是會用我的Caudalie 所以這支我不保持 接著就有SK-II這支RNA Power 我現在開了一支來使用 我都蠻喜歡的 都保持著會用完又用 用完又用 這個我覺得是收細毛孔非常之好 而且都夠保濕的 還有Amora Pacific的 又是Essence 但我看它小小支都應該可以很快 用完 這個都會保持 然後就有Amora Vixar的Gold Knight Drops 這支呢 我應該會給我媽媽 我保持得太久了 我由堂妹妹的時候已經收到 跟著其實都 拖嬰嬰的時候不能用 因為它有A酸 跟著餵人奶都不能用 所以 保持太久了 直接給我媽媽算了 接著就有Caudalie的Firming Serum 這支我應該都會保持 因為我覺得我都蠻需要Firming 接著就有Caudalie這支 Serum 應該是高級一點的那個Line 我都想試 都蠻有趣去試的 有興趣去試的 Lamere The Concentrate 有其中一支很喜歡的產品 每次皮膚很敏感的時候 都舒緩到我皮膚的 這個是真的我的急救 剛剛就來用完一支 接著還有多一支Caudalie的精華 但這些我也是用得很快 所以我都會保持 都是一個比較軟的保濕精華 OK 這些都是Mini 接著還有37的保濕 Ampul 我看有兩支我都可以先試 我想看它跟Amour Pacific 比較之下哪一支好 所以這兩支我都會保持 小小支應該都很快用完的 就到Elizabeth Arden 這些Ceramide Capsule 這些也是很好用 但是我覺得可以分一些給別人 可能分一半給我媽媽、嫂嫂、妹妹 首先有維他命C 這個我比較有興趣試 我也覺得維他命C 其實對皮膚真的有幾大分別 令到皮膚網絡年輕一點 去美白、均勻膚色 所以這個我也有興趣試 接著 本身的Ceramide Capsule 這個我之前也有在片段說過 但我也有一段時間沒有用 但這個也是好用的 所以我也會維持 接著就有Amour Pacific 的Skin Reserve Serum 希望我可以維持 因為我看得不清楚 這支我都會維持 我之前都很喜歡 Amour Pacific的產品 都想試它多些 接著就有Fresh 這個Rose Deep Hydration Toner 這支其實我之前都覺得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但現在沒有用 我覺得Fresh的那些Toner很好 所以我會維持 接著就有Valmon 這個是Prime Bi-Cellular Face Serum 這支我都會維持 接著就有Pixi Glow Tonic 其實它是一個去角質的Toner 但我發現我皮膚太不穩定 有時候會敏感 有時候會OK 那一敏感起來 如果用它就會太厚 而且它這麼大支 我覺得我都不可能用得完 我覺得不想斷洗你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有我的名字 所以有時候給了人很奇怪 但不想浪費 這個應該不維持 接著就有MTM的Rewrite Essence 一個美白精華 這支我就不維持了 接著還有Ipsa的緊致抗皺精華 這支我應該都不維持了 還有這些Amour Pacific的ample 我都未開 這裡有8支 我覺得我要篩選一些精華 不可以維持這麼多 這些我會維持的 這些都很想試 接著就有些迷你尺寸的產品 這些我想我會給我媽媽用 因為她都很喜歡用這些尺寸 而且我經常都沒有用 免得浪費 就有一些Belmont的emulsion MTM的Essence 接著還有 都是MTM的Essence 這些應該是Advent Calendar之前收到的 免得浪費 經常都沒有用 都是MTM MTM這支Trimming Lotion 也是超好用的 所以我會維持 都用到一段時間的 這支 還有Tatcha的Rejuvenating Serum 我想我也會想試 這支都很大 它都很大 Tatcha的Hydrating Floral Essence 這支我應該會給別人了 這支Velmont的Hydrating Fluid 我也是想試 它都好像一個保濕的Toner 但可以塗在臉上 還有塗在身上 最後就是這些SUM37的安平 其實我剛才不是說 有兩支這些 原來是refill 所以我真的有很多安平 這支我會先保持 因為如果真的不喜歡 都可以把這些安平分開給別人了 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到那些轉轉聲 這個已經是真的無可避免 因為我應該是隔壁屋 我忘記是樓上還是樓下 就同一時間在這裡裝修 所以 是非常之吵的 我的家裡 這個是我的KeepPile 那 不太好 它有些是噴霧 有些是Tona 有些是Essence 有些是精華 所以不是說全部都是精華 我覺得都OK的 真的要盡快用完 而且這些我就要分給別人 就不可以保持完 否則真的有一段時間都用不完 看看用是用一下 用成怎樣 然後有些再斷寫你一下 這些就是我的不KeepPile 那我也覺得OK了 都寫了很多 這些就是maybe的 所以我決定這個都不Keep 不K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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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Keep的也算是多少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不Keep 希望這些轉轉聲不會太大影響 對這條影片 接下來就是Face Cream 我首先看到的第一件是Augustinus Baderi 這支我會Keep 我都很喜歡 我覺得它是做細胞修復做得很好 例如有些巴痕或傷口 它是修復的方面很好 而且潤得你又不會很黏的 接著就有Charlotte Tilbury的Magic Cream 這個我也會Keep 因為這個也是超好用的 平日化妝前用都很正 很潤 Caudalie這支Cream我也想Keep 我很喜歡它這條line 這個保濕line的東西 所以我也會Keep Tatcha的Dewy Skin Cream 我又想Keep 好想試啦這支 Lamere Moisturizing Soft Lotion Keep 那是來啦 Hi Honey 蛤? What happened? Hi You can help me? What happened? Rochie? 嗯? 做什麼事啊? Monkey You're gonna show your monkey? OK 還有Tatcha的The Silk Cream 這支我也會Keep 都想試 SUM37的Waterfall Rebalancing Gel Emulsion 這支我先放在Maybe 我想看看我到底Keep 多少東西 所以這個我放在Maybe 因為SUM37的這個牌子 我又不是接觸得很多 又不是超大興趣想試這個 接著就有Cisley的Ecological Compound 這個我都想試 其實這個好像是Lotion來的 MTM的Rewyte Cream 都是美白的東西 我都不Keep了 Lamere Moisturizing Soft Cream Keep 還有一個大size的 都Keep 我跟Lamere真的斷捨離不了 Renewal Oil Keep 這支是超級好用 我拆開給你們看 這支油是很舒服的 我之前已經用完一支了 跟著它不會說是很黏的油來的 你可以塗在指甲邊邊位 你可以塗在頭髮 可以塗在乾燥的位置 嗯 這個真的很棒 而且我很喜歡冬天的時候 跟它混合粉底 就是把它混合在一起 效果很glowy 很漂亮的 嗯 接著就有MTM Rage She Moisturizer 這支我先保持著 嗯 Cisley的Anti Aging Hydration 這支是一個Cream 這個我也想試 因為我看到它的Serum 其實都不錯 嗯 OK 接著就有Fresh Lotus Youth Preserve Dream Face Cream 這個又是很多人說很好用 所以這支我都會keep 我覺得我這裡是要篩選一些的 嗯 又是Caudalie 這個是Lifting Soft Cream 這個我應該不keep了 嗯 因為我覺得有其他我更想保持的東西 嗯 又是Moisturizing Soft Cream 我覺得我要斷捨你一瓶 可能這瓶我先給了媽媽 因為 我已經有三瓶這個Moisturizing Soft Cream 嗯 Caudalie Moisturizing Sorbet 我其中一支很喜歡的 嗯 Face Cream 這個是很light 但是也很潤 很舒服的 而且很適合敏感性皮膚 或者是大肚的媽媽都可以用的 又是Tatcha Tatcha The Silk Cream 原來我有兩支 啊 維持好了 可能 可能 SK-2的Ari Milky Lotion 這一支也是很好用的 但是我現在都已經 還在用著 還有我看到還有其他產品想試 那這個我都不維持了 這個是很潤 但是也是有Ari 很空氣感 很舒服的 這個其實也是不錯 不過 我只是想試其他產品 嗯 還有Lamer的Moisturizing Cream 那這支我會保持的 後面有一些Blue Tag 因為我之前拍照要黏著它 在桌子上 這個我會保持的 我剛剛有一瓶是 應該都差不多 這兩天會用完 所以就 會保持另一支 Clarence的Hydro Essentiel Silky Cream 這個很細緻而已 所以可以保持來試 這個都好像挺好的 最近都試了很多Clarence的東西 然後還有Caudalie的Moisture Recovery Cream 這個通常是晚上用的 我也是很喜歡的 所以就保持著 而且這兩支都會用得特別快 這兩支都很快用 又是一瓶Charlotte's Magic Cream 我想我保持一瓶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保持兩瓶 然後就是Amarvixer的Rejuvenating Night Cream 這個我真的很想試 所以我會保持 然後有Jalique的Supreme Restorative Rich Cream 這個我想我會給了大肚的朋友 La Prairie的Skin Caviar Absolute Filler 我表情說這個超級好用 我之前也有用過一點 但是後來我的瓶爛爛了 所以這個我都會想保持來試 就是繼續用 都是SUM37的Water Gel Cream 這支我也是想試的 但我覺得它跟Tatcha的Dewy Skin Cream 會有點像 所以這個我也是不保持 Estée Lauder的Anti Aging Power Soft Cream 這個之前是有 接著的時候 我試了一段時間 我也覺得挺好的 它的撫平效果是不錯 而且滋潤度也挺好 所以這個我會保持 因為其實我已經開了 所以我會保持著用 然後就有Estée Lauder的Renutrient 這個我不保持了 這個保持了很久 經常都沒有開來試 然後還有Amore Pacific的 Moyster Plumping Nectar Cream 這個我會保持 這個我也想試 已經知道自己比較喜歡什麼品牌 或者想試什麼產品 或者自己皮膚接受到什麼產品 所以其實都很容易篩 接著就是Emma Hardy的Brilliance Facial Oil 這個就是冬天比較適合用 所以我就等著冬天的時候才開來使用 這條片會不會很長 需要分兩部分 可能要分兩部分 接著就有Clarence的Firming Cream 有一個是Day Cream 一個是Night Cream 這兩個產品都收了很久 又是遲遲沒有開來試 可能我只是選擇Day Cream 因為通常Night Cream 我還有Amor Vixer這個 又有Fresh 又有Lamere 所以我想晚上那個我可以保持 只保持日後那個 即是試了那個Firming的效果 接著就是Amor Pacific 和雪花瘦的產品 OK 接著 Sum37 Time Lip Moisturizing Cream 這個我想我都... 其實我想試了 但真的太多了 這個我也不保持 將來如果有機會自己買來試 之後就是Chanel Le Lift 這個Cream 這個Le Lift的Line 其實都不錯 我挺喜歡它的眼霜 所以這個我也會保持 Drunk Elephant的Lala Retro Whipped Cream 這個我應該也不保持 然後呢 就有MTM的Nutrimine Moisturizer 我覺得我真的保持太多 我先保持 然後一會再篩選 MTM的3D Color Moist Cream 這個是一個Mini Size 所以我覺得都會很快用完的 Lamere Nile Oil的Mini Size 這個我都會保持 這個超可愛 而且放在手袋也很方便 還有我有一支放在我的書桌上 有時候皮膚可能有點乾 或者指甲邊邊有點乾 我都會滴來塗 然後還有Charlotte Magic Cream Light 這個我也很想試 因為我是它的Magic Cream的忠實粉絲 它現在出了一個Light的版本 還有SPF 所以這個我都會保持 其實真的保持了很多 OK 然後就有些Random的 有些防曬 有Sophina的 有兩支 一個是Rich Cream 這個我都很想試 可能是冬天用 然後一個是Smooth Milk 這些其實都是五月份收到 我想都可以保持 可以放到起碼一年半才開 只要不開 其實都應該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會保持 然後呢 Amplur的VC Sun Protect Spray OK 這個我可以保持 我覺得可以塗在身上 雖然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可以出去曬太陽 接著就有Dermacet的Vitamin C防曬 這個也是很多人說很好用 所以我保持了 Skin Aqua的Physical Sunscreen for sensitive skin 這個我之前都嘗試 因為結它是防敏感性皮膚 然後又是物理防曬 又是SPF50 但是我好像保持太多防曬 不過防曬也很快用完的 OK 保持吧 這支Solay Toujours的防曬 我之前在英國的時候買的 我覺得這支其實都有點黏的 而且它是 Mineral Sunscreen Broad Spectrum 這支我覺得一般般的 保持黏 在香港就真的不太適合用 然後就有Malvita的防曬 這個應該會給了 大肚的朋友 不知道它用不可以 其實應該可以 MTM的防曬 這個也是很好用的 有很多防曬 保持了 Valmont的Moisturizing with A-cream 和Valmont的Prime 24-hour 不知道保持太多了 我覺得都可以試的 都很細胸 應該很快用暖 然後呢 就有MTM的Oil 這個我應該不保持了 因為其實都沒有機會去做 Custom Blending 那我有我的Lamere 和Emma Hardy 都已經很足夠 還有這個也是Oil 這個是Tata Harper的Retinoic Oil 這個因為有A酸 我就為人來不適合用 所以我想這個也不保持 然後就還有Drunk Elephant的Luxury Facial Oil 不知道為什麼我真的 我的Drunk Elephant的Body Product 比較有興趣 Face Product 我試完都覺得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所以我都不保持 And that's it 妹妹都剛剛醒了 那我就很快給大家看看我的Keep pile 和不Keep pile 其實真的細算了很多 防曬就放在這裡 Facial Oil 然後其餘那些全部都是Base Cream 一些冬膏在那些 就放在這些盒子裡 我都知道其實這裡還是很久才會用得完 但是當新產品的時候 都覺得我會經常回來Review 看看哪些我真的沒有用 都可以送出去給別人了 接下來就是清潔用品 潔面產品 還有一些卸妝產品 首先就有Tatcha的Pure One Step Camellia Cleansing Oil 這個我也會保持 這個其實它清潔能力都OK 我覺得卸妝方面就沒有Emer Hardy那麼好 但是它是很舒服 擺在皮膚上 而且它是令皮膚都很潤 這支我都很久沒用了 但我都很期待再用它 Dafin Cleansing Balm 這個其實我有用它的小尺寸 可能真的跟Emer Hardy比較 我覺得它沒有Emer Hardy那麼容易推 而且下眼的時候也有點不舒服 所以這支我決定不保持 Drunk Elephant Butter Cleanser 這個我覺得都可以試 因為我的潔面產品真的不算太多 這個我想我會試 但是它的Jelly Cleanser 我真的沒有什麼興趣試 我比較喜歡用一些很滋潤 很奶油或者很油的東西 所以這個我不保持 接著就有MTM的奶油 Cleanser 這個是Sample Size 我都會保持 這個也好用 我現在都用它的大大大 然後就有MTM的Harmonious Cleanser 這個也不是奶狀那種的 所以這個我應該都不保持 有Amour Pacific Cleansing Powder 這個Enzyme Peel 我都嘗試 雖然它可能會對我的皮膚來說 有一點點刺激 不過我想先試 這個我都在韓國買的 然後就是卸妝了 已經沒有 就是只有這幾件潔面產品 然後就有Valmont的眼部卸妝 其實這些我真的很少用 所以這些都應該不會保持 Clarence 都應該不會保持 因為我平時真的直接用 Emma Hardy 整塊面露方便很多 還有CT 我也不會保持 Bioderma 我會保持 因為Bioderma 是我平時 如果我拍一些Swatches 那些我都會用Bioderma Longcome 這支我都不保持 但我想我也會保持HR 這支 還有CT 因為這些去眼妝是不錯 還有唇妝是比較好 一定比Bioderma好 所以這兩支我都會保持 可能將來如果拍到一些視純色的影片 可能都會用得著 Bioderma還有一支大 我覺得我不需要這麼多支 我現在都還有一支 我保持大支還是小支 但小支去旅行方便 但說真的 什麼時候再去旅行呢 你們幫我決定 我現在就有一支中尺寸的 你們可以下載一條影片留言 告訴我 到底保持大尺寸還是小尺寸 還是兩支都保持 因為我應該可以補充 這些我都保持著 那暫時我保持的就是這些 不保持的就是這些 OK 我們部分一到這裡 我們在部分二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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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